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美游戏销量NPD4月统计出炉 PS的新战神没什么悬念强势打下第一 同时也创造了NPD成立以来 每年4月游戏的销售额新纪录 第二则是三月冠军孤岛金魂5 第三依然是一款PS独占游戏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2018 得益于游戏的热卖 PS系主机也成为了北美市场4月最畅销的主机 不过论单一技型的话 还是红蓝手柄版本的NS销量最高 索尼中国联合B站 推出了Bilibili限定版的PS Slim主机 获取此款限定机的具体契责将会在后续公布 大家有想要的吗 还记得索尼昨天公布的PS主机 已经到了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消息吗 为了打消玩家们的担心 索尼今天放出了更多数据 来表示PS主机取得的辉煌成绩 PS销售突破7900万台 PSN越回忆用户超过8000万 全体PS玩家的每周总游戏市场超过了8亿小时 算下来平均每人每周游戏时间超过10小时 大家为平均值做贡献了吗 还记得前几天微软发布的那款 为特殊人情打造的无障碍手柄吗 今天微软宣布与国际特奥会合作 将在今年7月2日的美国特奥会上举办首届特奥会电子游戏比赛 比赛项目为极限竞速期 特奥会与残奥会不同 参赛选手是有智力缺陷的群体 还是那句话 愿更多玩家更多人能够在游戏中找到乐趣吧 其他消息还有 任天堂在日本再次注册了N64商标 玩家猜测迷你N64可能在路上了 Steam周三折扣更新 王国拯救 南方公园系列等都有不错的折扣 另外还有虚幻黄金版的免费领取活动 感兴趣的玩家不要错过 也许是之前消失的光芒更新中文以后销量还不错 华纳今天又给Steam版的不一联盟2更新了官方简体中文 主机版暂时没有更新中文的迹象 好了今天的资讯就到这里 大家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